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辉博 那今天我们解盘时间来到了8月3号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其实以近期的台北股市的走势 如果你把大盘当作是一档股票来看的话 来各位 最近的台北股市根本是涨跌无序 一下子大涨一下子又大跌 你很难想象 昨天的台北股市跳空出现了一个长虹 今天一开盘的时候直接往下 甚至今天开盘跳空下跌的过程当中 还让了自营商出现了期货的错障 各位你可以去关心一下 在期货部分的一个交易 今天早盘正式出现了跌停板 这个错障的交易 让自营商损失了8000万 所以以目前的台北股市而言 我们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把大盘的加权当成一档股票来看 你把它当成一档股票来看 我跟各位讲 现阶段的操作真的是最难的 也就是这个目前现阶段的台北股市走势 我认为是涨跌无序 然后我们从今天第一通讯息 给会员第一通讯息来看 最近台股一天大涨 然后一天又大跌 判断难度史上最高啦 但是如果以30分线不日子标的话辅助 仍然是可以掌握 什么意思 来 之前在8月1号的节目的一个讯息 我们就有跟各位讲了 我说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直在注意 30分线不日子标 反而不是注意日线 为什么 因为日线你发现一上一下 然后到今天为止 我干脆直接再给各位一个问号 今天的下跌 难道真的是跌吗 还不知道 搞不好今天跌了之后又在涨 涨了之后又在跌 所以近期的操作 我们都是观察 短线的30分线不日子标 当时候8月1号 我们来看一下30分线不日子标 这是到大盘今天的 各位 昨天的位置点在这边 前天的位置点在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当30分线向上的时候 短线指数就上涨 但是如果当30分线向下的时候 指数又拉回 好各位 那今天又跌了 30分线又向下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在股市当中很重要一点 这个依据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 你如果借由30分线 去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比如说 接下来 30分线如果一直向下 那你说指数会不会涨 指数就不容易再往上涨 但是如果盘中好了 比如说等一下 或者是中盘 尾盘 30分线竟然又再度转上了 各位 比如说 这边的30分线再度转上了 那对指数来讲 是不是就有上涨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关盘过程当中 我给各位的测标都是用日线 但是最近的日线的确是 根本就不值得去参考判断 因为目前的判断难度 我刚才有讲了 这根本就是已经是史上最高了 近期台北股市一天大涨一天大跌 判断难度真的是史上最高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30分线去掌握 这是以台股来讲 那如果反过来 来 这个部分我要再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现阶段主轴 都在做个股 做股票 如果是股票的操作 它是相对容易 像我们现在带会员手上的股票 不仅持续涨 而且还在创新高 而且会轮动的上涨 那你可能会怀疑说 大盘这样子一上一下 股票真的那么好做吗 你只要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之前微博有跟各位讲 个股有一个获利方程式 这个个股获利方程式 我们是以基本面为主 加上不日子指标去做辅助 只要基本面成长 加上不日子指标向上 它就会开始上涨 这是基本公式 你只要用这样的基本公式去做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做股票真的很容易 而且这一段时间做股票 我们的绩效真的是相当不错 比如说举个例 我们先从低价股来讲好了 这是6215的核春 好 7月17号的时候请会员布局 核春7月17号在这边 这是7月17号 当天核春收13.9 最低到13.7 我们核春的时候布局 大概就是布局在13.85这个地方 买进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基本面对不对 我刚讲过了嘛 基本面好 再加上不日子指标向上 它不就会上涨吗 所以从13.85 也就是7月17号这边 买进了之后大概经过了一个多礼拜没有涨 但是后来它就开始发动 到现在今天已经来到17.2了 怎么判断的 我们跟各位所交的方式都是有凭有据的啦 绝对不是说用口头用嘴巴来跟各位讲讲而已 我都拿证据给各位看 来各位这是核春 我们为什么会去买核春 因为核春公司的营运 你有没有看到它成长率 从-19一直到-3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家公司的营运在好转 好 它营运在好转是不是符合 我刚才讲的一个条件 就是第一个嘛 我们要选择股票是选择基本面成长的 对不对 当它不日子指标向上 它会开始上涨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核春 它公司的一个不日子标 我们当时候请会员买是买在这边 17号在这边 抱歉在这边 好 当时候在这个位置点 来请问各位是不是不日子标向上 所以当不日子标向上的时候 它这边没涨我都不担心啊 然后随着不日子标持续的向上 它股价就涨上来了 这叫做获利方程式 其实没有各位所想 来我再举例好了 刚才举例低价对不对 这是我们单股会员 就是只做一档股票的 这叫5289的宜鼎 股价七七低 基本面成长 好 一样嘛 有一定的条件叫基本面成长 一个叫博利子标向上嘛 98.2买进 7月7号的时候 这一档股票已经报了快一个月了 但是报的相当值得 7月7号在这一天 各位 你会发现 因为当天的时候 乙鼎我们买进是买进98.2 但是乙鼎在7月7号那天的时候 是收97.9 所以一定是穿加成交的 隔天还跌下来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乙鼎的走势 今天到目前为止 已经来到了112了 我们是98块2做买进的乙鼎 一样啊 这个叫获利方程式 第一个叫基本面 第二个叫博利子标向上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5289 乙鼎 这是乙鼎的基本面 有没有在好转 有没有在好转 有吗 这是乙鼎啊 好 乙鼎的博利子标 有没有向上 有没有向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买在低档 我们不是追高 我们是买在低档 所有例子都是这样做 来 再来 这是专容会员的6238的胜利 买在哪里 202 胜利嘛 没有错 一样啊 条件都一模一样 基本面 不是比较向上 胜利今天公告快涨停板了 你没有发现都是同一个模式 微博时间不是很够 我只是要跟各位讲 我们都是有依据的 你要控制好风险 才有资格谈活力 像现在很多人手上套了一档股票 叫做祥朔 5269祥朔 对不对 好各位 微博带会员买祥朔的时候 是买在哪里 买在328块 好 410元把祥朔后利卖出 哪一天 7月28号 7月28号 是这一天 这一天 也就这边去买祥朔 然后这边把祥朔卖掉 为什么要把祥朔卖掉 因为我们操作有依据啊 这是5269祥朔 当祥朔的博日指标向上的时候 我们去做买进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祥朔 在这边做卖出的动作 因为祥朔的博日指标向下 所以你会发现 博日指标向上会往上涨 博日指标向下会往下跌 所以你只要做 博日指标向上的这一段就好了 所以其实现阶段的 大盘的判断难度比较高 但是个股相对的操作比较容易 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 微博这段时间才会推出了一个 我认为到年底之前最好赚的 高价股专班这个专案 一直以来反应还相当不错 而且我们一档一档在做布局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 可以参考我们高价股专班 或者是体验我们的体验价 那这部分的话 有兴趣的跟我们的操盘师做联络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